今天这条视频是专门写给二婚想要离婚的人 如果你觉得二婚日子过不下去了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点赞收藏都听几遍 一定会对你的关系有帮助 第一,去复盘第一次离婚的原因 跟这次想要离婚的原因有没有一样的地方 比如我们有一个来访者 他前任老公出轨 然后现任老公在一起没几年后又遭遇背叛了 那第二,有没有增加新解决方法 我发现很多人在处理问题上面 有一个漏洞就是路径依赖 怎么理解呢 就是比如说发现老公搞暧昧了 然后就时不时地质问一下 你是不是又在跟那个女的联系 是不是又背着我见面了 然后呢,他要么否认 气急败坏地指责你找事 说你是宁病 要么就是不理你不搭枪 每次事解决不了还把自己气得够呛 我以前对第一个也这样 那我现在对第二个也这样 这就是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就会让你不断地重复体验 一模一样的关系模式 第三啊 想一想你二婚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有的人 二婚其实就是想要找一个大伙过日子 没想着指望这个人能给你提供 多高的多好的情绪价值 结果过着过着 看到别人婚姻幸福甜蜜的时候 就不甘心了 就想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了 说白了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本来一开始你就是涂他钱的 后来又想涂他能对你好 对你专一 不断地增加新的需求 不断地向对方索求 如果你们真的想离婚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们做一个婚前 也就是离婚前的咨询 帮助你们能更好的稳定情绪 理性方向 不会让你过度地消耗自己 也避免自己总是反复陷入 这种不幸福的婚姻里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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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